林太太的女儿过敏得很严重,晚上鼻塞睡不好,早上一起来就是打喷嚏流鼻水,夫妻俩看了都很舍不得。 林太太常常扇棉被洗床单,环境都有在打扫,但还是都没有用。 于是我们请林太太试用成蚌补块,看看情况是不是会改善。 林太太把成蚌补块放在女儿的床单下面。 经过了三十天之后,我们赶快来看看使用的结果。 透过放大仪器检视,林太太吓了一大跳。 啊,好可怕哦。 这些都是,因为正门是透明,根本看不到。 染完色之后,你才能够很难看得到。 好可怕哦,好多哦。 真的没想到可以这样看得到成蚌耶。 其实差不多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吧, 我就有发现啊,我们家妹妹晚上有睡得比较好哦。 像以前啊,早上起来啊,打喷嚏啊,流鼻水。 现在都好很多哦。 以前啊,只要一起床,就会包二三十个水饺给我。 现在都不会了。 这个成蚌补块啊,我觉得方便又有效。 觉得很好用,我会买来用。 哦,我会买来用这个水饺子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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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饺子。